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正想应减碳行动 台湾也不例外 现代财经基金会邀请产官学研界领域领袖级的专家 一同集思广益 在不影响供电稳定 对产业经济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期望达成2025非核家园的目标 知道我们的政府行政院提出来 经过立法院通过 2050年台湾要减碳50%的人 我只能跟你讲 不知道的人有99.4% 换句话说全民都不知道 报纸在谈 民间在谈 大家开会在谈 但是我们民众是站在一个 不知道整个能源背景的环境之下 跟你在辩论跟你在谈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建构的部分 就是要2025要达成非核家园的一个愿景的目标 那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在2025要达到20%的一个设置的目标 那当然另外的80% 我们会从这个火力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能源的供应跟发电上来做 那这个部分50%会 以天然气的一个发电 30%会从南美发电 这样的目标来做努力 固定污染源PM2.5 是近年来国人相当关注的议题 企业为了响应国际环保意识 也实行了相关措施来因应空污问题 就是希望企业发展的同时 也能为自然尽一份心力 大家都知道天亮以后 相关的用电量增加 空污会加重 所以我们在前一天晚上 就把环境里面的这种空污因子把它降低 那接下来就在当天早上七年中开始 我们按照最新的预测值 进行友善的降长 那以现况来讲 我们从去年的11月份到现在 已经进行了超过500次以上的这种 这个环保调度 其实我们的这个PM2.5里头啊 台湾的电力只占它2.9% 连3%都不到耶 如果说把所有的力量都弄到这个电厂上 其实对于台湾的PM2.5 其实帮助非常有限 未来台湾能源转型 天然气发电比例将大幅提高 但由于LMG 液化天然气的运输与储存 均受地理气候影响 对高度仰赖LMG的台湾而言 将会是一项挑战 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个第三接收站 就在大潭这边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第四第五接去站 就归到这个台电去建设 接收站的这个环品的问题 我是觉得这个大家要有一个compromise 我们今天要力能 我们也今天也需要监顾环保 这个compromise的点在哪里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 离岸的这个风电 能够带来给国内的相关的 这方面的产业 能够缩造出这个产业的 这方面的供应链 我们希望在这么大的 这个金额的过程中的话 能够有一个合理的 这方面的比例 能够在台湾相对带来投资 带来生产 带来产业的供应链 这方面的建造 能源转型 与环境保护 必须统筹关照 平衡兼顾 与产业的创新 必须系统筹划 同步推进 未来 以再生能源的内需为基础 致力 绿能前瞻基础建设 推动台湾形成 亚洲绿能产业发展的重镇 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后 期盼这些具影响力的专家 能成为政府推动 新能源政策的重要推手 同时 国民能在生活中实践绿能精神 也可以兼顾对国际社会的 简叹承诺